有没有新的进展 这个我跳过好了 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做法 我今天不细讲 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病人是核减精是淋巴癌 那我们医院的学生 医学系七年级的学生 跑到中农实习的时候 在实习当实习医师的时候 诊断出淋巴癌 那在农总做了六次的化疗 他们组得很认真 发现打四次还没有干净 觉得很可怕 然后就建议他 最后两次要加一个标靶 然后做完六次了 这个学生从农总回到中国来实习 就跑到那边追踪 结果追踪了半年就复发了 复发以后 给他做了好几次的治疗 做了很多体疗 又做放射线 一直复发复发复发 最后还是给他做了 质体的干细胞移植 移植半年又复发 怎么办 这在过去 这个病人大概就年纪轻轻 七年级的实习医师 他就完蛋了 就没报了 但那时候呢 看到一个国外有个新药 这个单株抗体叫Brenthusin 可以专门针对癌细胞攻击的单株抗体 那做了三十万 那他做了四次 花了一百二十万 这个症子本来这边黑黑的 做到最后 全部干干净净 你看这三个 这个中隔腔的黑点 到最后是干干净净了 在那个节骨眼 然后接着他说 趁现在最干净的时候 我们赶快来做骨髓移植 那传统的移植有两种 一种是用兄弟姐妹完全相合的 那最新的呢 国外的报告 用妈妈给小孩 用父母给小孩 反而好像会更好 成功率 从原来的30% 增加大概50% 那我直接跟他讲 我们这个在中国 只做过三五个case而已 今天也不是很多 我就让他自己选择 他因为他是医学生嘛 他会看问论文 他说你就回去自己看书 你想要做哪一种 你要用你姐姐的也好 要用妈妈的也好 你自己决定 就后来第二个礼拜来跟我讲 我决定要用我妈妈的 要尝试最新的那种治疗 好 我们就用到最新的治疗 这个后来他妈妈捐给他 这是移植后 现在已经三年了 好好哦 那个你爸都没有再复发 但你看这个皮肤脸上很红 对不对 这不是我碰粉哦 没法碰MG哦 这是皮肤的排斥 那他就刚好排斥在脸上 就很红润 其他身上都没有破皮 这就刚刚好 嘟嘟啊好 那我们有些方法 已经可以克服 我们现在可以不用完全相合 就算没有合 爸爸给小孩 妈妈给小孩 你知道小孩跟爸爸妈妈 就有多少相合的基因 一半哦 因为一半 这个小孩子一半来吃爸爸 一半来吃妈妈 所以跟爸爸妈妈任何一个 只有一半会相合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可以成功的完成骨髓移植 那另外一个案例 这个是一个 我们说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有一个叫基利克 那个药是一个很神奇的小药丸 可以抑制癌细胞 偏偏就有人呢 出现了一个突变 用这个神奇的子弹 用了也没效 所以 这个病人 有一个病人转来我们给我做 36岁很年轻 找不到捐赠者 什么都找不到 所以我最后呢 选择用妈妈给他做移植 因为这个血癌 标靶药通 三种台湾上市的标靶药 通通都没有效 都会有抗药性 所以后来妈妈移植给他 因为持续的找不到 兄弟姐妹也不合 用妈妈 移植两年 完全血癌都测不到 癌细胞的基因 那你看这个脚 一周四个月 开始出现红疹 移植后到两年 你看这个胶蜜嘛 但是咧 他们有像前面那几个那么厉害 就是很难看 很丑而已 但这是男生 一个大老粗 反正都做黑手的 黑也没关系 所以这个人 也有排斥 但是不影响到生活 还OK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方法 可以克服 我们所谓的 基因的这些障碍 不合 我们还是可以成功地做移植 好 那另外呢 有没有更新的细胞治疗 刚刚有人讲说 T细胞 好不好 免疫力好不好 不好 怎么会不好 免疫力很重要 只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免疫里面 这个T细胞里面 哪一些会攻击癌细胞 哪一些会破坏到 正常人的好细胞 那我这个跟大家讲 国外进展得很快 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可以知道 T细胞有分好几种 有什么T gamma delta T alpha beta 有些什么原始性的T淋巴球 有些是记忆性的T淋巴球 各式各样的T淋巴球都有 这种每一个淋巴球 它的功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现在呢 我们因为有那种技术 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种不同的淋巴球 区分出来 这个病人 出了全体的T淋巴球进去 会造成大排斥 刚刚看过很多照片了 那我就把 会针对癌细胞的淋巴球 抽出来就好 可能跟病人会身体起反应淋巴球 我不要 那我们现在可以用这种技术 像做 像这种细胞 它会造成排斥 记忆性淋巴球 可以有对抗癌细胞的作用 好 那我就把这个东西丢掉 我只这个东西收下来 输到病人身上 那这样子 期待能够做到 用这个免疫治疗 用这个免疫细胞 输到病人身上 它只会打癌细胞 不会打好细胞 那血癌可以控制下来 又不会发生前面那种 很强的免疫反应 好啦 这个是大概这个阶段的最后一章 后面会讲 那个 膀胱癌这些 免疫细胞就是我们的警察 我大概给大家一个 大概一个比例 比喻 警察都要抓坏人 不好意思 这边有没有警察的 或家属做警察的 干无 那我多包含 这不是没有什么 调侃的意思 我记得我是在民国88年 从农总到台中来 那个年代 我不知道 那边可能老人家就比较 那年代 那个什么 金钱报来 一天到晚就要枪击案 砰砰砰砰 一大堆枪击案 还真是在路上 都当朝把你拼掉 所以那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是怎么样 从台北叫保七总队 杀到台中来抓 抓那些流氓 小粉粉 这个大家觉得 台中的警察 抓不到台中的坏人吗 理论上 台中警察应该最了解 为什么要从台北 调保七总队来 一定有原因 因为是不是说 台中的警察 跟我们台中的 在地的那些黑道 可能日久生情 还是说 大家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还是说 尊度好 不要紧 就抓不到 但台北的保七总队 下来怎么样 反正跟我飞青飞顾 我看到就抓 我看到就打 所以 以抓坏人的角度 谁比较够力 台北的保七总队 对不对 这就是外来的议题 外来的 给你捏 但是 保七总队 看到 这家 这个是一个 在派人 在一牢 这可能整个都是坏人 我管他三切 就通通都杀 所以大家觉得 台中的警察 比较会滥杀无辜 还是台北的保七总队 比较会滥杀无辜 一定是台北 所以对你说 我们身上的免疫力 你的自体的免疫细胞 跟疫体的免疫细胞 会有差别 自体的 自己的警察 要抓自己的坏人 大家觉得 好不好抓 不太好抓 如果他会抓 你怎么会得肿瘤 用别人的免疫细胞 到你身上 就出现刚刚我讲的那些状况 他到底要打好人 打坏人 他怎么打 所以 很多市面上 很多免疫治疗的 免疫细胞治疗的广告 自己想一想 这样听有没有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不懂的请举手 听得懂的请举手 听得懂的请举手 大部分都懂的 不错不错 自己想一想 自己想看看 这个免疫细胞 你自己想一想 他这个广告说 用什么细胞输到我身上 用谁输到我身上 到底合不合理 自己想一想 好 好